大家好 大家好 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今天我們台灣的本土 確診病例是零 零 那這是非常好的消息 我覺得可以鬆一口氣 不過嚴峻的這個警戒的狀態並未解除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麼有一些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要求他們的公務人員不要進入桃園 那麼這個事情 外界反映這個非常的激烈 認為這樣子有污名化桃園 讓桃園備受歧視的感覺 那今天我們會連線給這個桃園市長 鄭文燦 鄭市長 桃園到底在台灣監護了多少使命 多少重責大任 那另外是這個美國總統就職 國民黨藍軍有非常多的人唱衰說 蕭美琴到最後一刻都沒有受邀 那麼參加這場就職大典 不過在昨天晚上 那蕭美琴已經被正式邀請 而且這樣的邀請是四十二年來的第一次 那今天這些本來酸言酸語的南軍 朋友們他們又是怎麼的反應呢 我們今天也要來討論 中國馬上宣布制裁川普的二十八名高官 那不過這樣的制裁有用嗎 今天我們也要來這個分析 我們今天要邀請到的來賓 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劉兆豪 劉委員 洪玉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洪玉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這個資深的媒體人 王時期 大家好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醫師 史書華史醫師 洪玉大哥好 大家晚安 好 歡迎 那另外是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秘書長 王志聖 華老師 大家好 以及資深的媒體人康仁俊 大家好 那待會兒這個陸軍的貝義少將 于北辰 于將軍也會加入 他也是桃園人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 這個是今天的這個好消息 今天在連續五天都有本土個案之後 那麼今天掛鈴 掛鈴 那這比什麼消息都還要重要 不過大家還是擔心 這個越南籍的看護 很可能還是個破口 同時這個 布立桃園醫院的這個病患 全部移出 他們會不會也是另外一個 這個破口 那我們先來看 VC 病毒在院內持續擴散 但醫界質疑 明明是染疫醫師幫患者抽的胸水 但為什麼確診的 卻是患者旁邊的看護 管員當時經過案838首例 染疫醫師被臨時指派去案869看護病房 幫他的僱主抽熱膜積水 當時案869就坐在床尾 而病房內還有兩位醫護跟另外一位進院病人 整個過程按838一共在病房內待了16分鐘 專家說應該是戶毒染疫的機率 較高才對 同樣的一個確診者 同樣的一個接觸 那並不是大家都同樣的都得或都不得 這一定是會有人得有人不得 甚至有專家認為 外籍看護跟染疫醫師接觸後 卻隔了9天才發病 很有可能不是感染到 第614G變異病毒株 不排除有被其他接觸者感染的可能性 但指揮中心撇出這個疑慮 因為他這個僱主 事實上他是年紀非常的大 而且行動不變 所以他事實上都需要在他的身邊 所以他是事實上是都沒有外出 除了照顧這個僱主之外 他其實都沒有外出 應該也很想跟人家交通 指揮中心強調 因為過了太久 對病房的環境採檢意義不大 但坐在床尾的看護染疫 可見病毒傳播快速 還是得持續風景神經 好 這個是另外今天有一個好消息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護理師的女兒 摩斯漢堡店的女店員 也就是案865 還有護理師的先生 收容所輔導老師案864 今天他們兩個人雖然確診 但是跟他們接觸的人的檢查 結果都出爐了 陳時中說 接觸者都是陰性 都是陰性 那現在醫療應變組的副組長 王必勝醫師去擔任指揮官 他統籌調度 王必勝今天也在臉書PO出 在前進指揮所的第四天的工作日誌 他曝光了三張照片 說同仁的眉頭好像鬆開了一些些了 他感謝各界的愛心美食 他說他減重已經無望了 那方老師 有沒有感覺上鬆一口氣的感覺 有 有 今天真的跟 其實昨天我們看到 就已經沒有這個所謂的醫護人員了 那今天就臨本土了 我覺得大家心裡面真的都放鬆很多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不要 但是不能夠 就是好像我們就防疫就減少了 還是要非常緊張 因為我們不曉得明天會不會又出來 因為潛伏期還蠻 我們看特別是那個越南的那個 那個位的看護 他的潛伏期是蠻長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能夠 有任何的鬆懈 但是從這邊看起來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醫護人員 就把我們本土案例都沒有 醫護人員也沒有 看起來似乎我們看到了一個曙光 從這個隧道裡面看到一個光明的地方 就是可能目前來講 我們的防疫應該算是可以比較穩定 如果這樣下去 我相信應該下禮拜 大家就會看到更 大家能夠更鼓勵我們的一個狀況 我想對大家的人心來講會更穩定 詩琴 你的心情會不會隨著這個疫情 有 我兩點的時候準時收看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 他說我們今天新增兩例都是境外的 就是吐了一口大氣 但是你說有沒有完全的放心 其實並沒有啦 就是因為畢竟這一支病毒 常常過去的經驗看起來有的時候是陰 有的時候會是陽 而且那個時間還沒有到達一個安全的時間點 看看一月底或二月初的時間點 那個才是會比較準確判斷說到底台灣社區安不安全的時間點 但是今天有就沒有再多本土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還好還好 因為只要再多一個本土 然後這個本土 你可能又要框他的交友圈接觸圈 哇 那個一圈一圈下去 恐怕會是等比級數 所以只要沒有多一例 我都覺得還好還好 是 好 那這個是今天聯合報訪問蘇毅人 前疾管署的署長蘇毅人 那不過是個專家是不是蘇毅人 我不曉得 他說 部桃這一次群聚感染存在三大破口 一個是感染源不明的看護公 可能有未確診的隱性病患 為什麼 因為他說裡面他們都會串門子聊天 足跡很難掌握 第二個事情是向外擴散的社區病例 不過今天已經有兩個社區的病例 接觸的是陰性 就是那些婦女 另外說這時候移出的病例 也有高度的風險 他的這個論點是什麼呢 就醫護接觸最多的就是病人 可是部桃醫護都已經院內群聚 住院的病人卻是臨感染 他說很奇怪 也很令人擔心 會不會有還在潛伏期 或者是隱性的病人 可是都已經是移出去了 怎麼辦呢 這個部分請教一下史醫師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 老實講 我不擔心 我們看到臺灣 我們先看看全世界各地 現在的染疫人數有多少 大概接近快一億人 那臺灣的人數是八百六十九人 所以是大概十萬分之一 大概是十萬分之一 全世界死掉的人口已經超過兩百多萬人了 臺灣死掉的人就是七人 而且我們已經這樣子撐了一年了 所以我們從之前的 不管是磐石劍也好 其實大家已經有點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本土案例出現 對臺灣來講不見得是壞事 這個時間點不見得是壞事 為什麼 因為春節連假還沒開始 然後我們現在如果真的要 能夠放心的話是怎麼樣 就是本土案例 然後維持兩個禮拜 維持兩個禮拜都沒有本土案例 那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感染鏈 已經是斷 可能斷掉的機率是比較高了 也就是說 如果從今天開始算起 今天是二十一號 今天二十一號 兩個禮拜就要變成是二月初 容易過年前 所以我說這個時間點 有時候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如果你這樣是開始放假了 然後人流開始亂竄了 那你的疫調就會更困難 所以最重要 其實我們臺灣目前做得很好 第一個就是邊境控管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有健保制度 什麼我們醫生比較便宜 講說我們的疫檢很貴 就是我也不知道貴到哪裡去 不知道臺灣 臺灣真的不知道 國外的醫療 你說那個篩檢七千塊的 對啊 你去美國抽個血就四萬塊了 抽個那個紅血球就四萬塊了 美國這麼貴抽個血四萬塊 抽個紅血球 用個RBC那個就是很基本的指數 就四萬多 所以我們臺灣的醫療做得很好 所以然後再來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防疫意識 前幾個月大家已經放鬆太久了 所以現在有疫情出現了 反而我覺得大家可以繃緊神經 為什麼這些感染會出現 我這樣講好了 醫護人員知不知道要把口罩戴好 當然 他們難道不知道SOP嗎 他們難道不知道感染控制嗎 我們Invention Control是很要求的 那為什麼還是會傳染到 因為接觸感染是一個比較有可能的原因 接觸感染就是我今天可能我剛剛喝了水 我剛剛喝了水之後呢 我摸了這個杯子邊緣 我沒有感覺 然後我在摸這邊桌子 下一位來賓來 他可能就摸到了 那他摸到了 他如果沒有洗手 沒有酒精消毒 摸摸鼻子 摸摸鼻子 有時候我們會習慣啊 這邊摸一下 這邊摸一下 所以為什麼說不摸眼口鼻 因為黏膜你就容易感染 病毒容易進去 容易通過黏膜進去 鼻黏膜 嘴巴黏膜 眼睛黏膜 了解 王老師要不說 對 我基本上也是樂觀的 不過剛剛對所謂專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蘇一仁醫師 不過他講的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所謂的感染源不明的看護工 那這個是838 那我認為這個部分 當然我覺得他還是在疫調的過程當中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確實 因為外籍移工這部分的風險相對偏高 但是我相信還是在疫調的過程當中 這是第一個 這個讓我補充一下 因為那個看護工是從他家裡面 本來的看護整個過來來照照顧 所以他跟院裡面那些人沒有很熟 對對對 他比較不會是串門子的狀況 那目前我覺得還是那個 因為他這個醫院 他其實本身有在做篩檢 那本身沒有篩檢出 這醫院目前 他如果是醫院 發現目前是二二九 篩檢二二九 然後已經二一七已經是陰性了 然後再來這個三個是陽性 就是這三個 大概有九個在裁檢 那基本上看護工這個的疑慮 大概已經可以降到最低 就等這九個結束 那第二個他說 他說這個高度懷疑的隱性病患 跟社區病例 那今天從八六四八六五的問題 他整個的陰性的結果 大概你已經知道說 OK 這個可能社區感染出去的 途徑的八六四八六五 這一段已經結束了 基本上已經一初步結束 對 所以這個 好像這樣的話 講那個摩斯漢堡 那個店長也沒有 這樣講應該是 不過這個還是要小心 因為摩斯跟麥當勞 都沒有 對 都沒有 但重點是他去麥當勞是買東西 他摩斯漢堡是跟店長二十四 他在那邊 上班啊 可是你還是 你去摩斯買東西 店長沒有 跟你去買東西 會不會有接觸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我要講說 這兩個有風險 但是如果那個時間 其實那個衛福部也公佈了 你這個時間 去那時候要不怕 你其實這段時間 你要很小心的自主管理 回憶你那個時間 有沒有去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有可能 確實有風險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接觸有匡列的 基本上都安全了 現在討論大家 不是說大家 有的關係 走到屁屁 苗栗縣政府今天宣布 即日起非必要勿前往桃園洽工 這個是今天的苗栗 那之前已經有澎湖跟雲林 縣政府都宣布 嚴禁縣政府員工到桃園出差 哇 這個說有不願具名的 桃園醫院的員工出來說 這樣子其實實在是在 在這一個撕裂台灣這個小島 令人無言以對 來 我們來看 一下 國軍化學兵全副武裝 深入大街小巷全面消毒 桃園市島鄭文翰也在一旁 親自作證 加油 加油 不離桃園醫院院內感染 甚至導致疫情擴散 讓整個桃園由上到下都封緊神經 共同防疫渡過難關 但這時卻有人急著 努力桃園 全體的同仁 這段時間禁止到桃園來開會 洪湖縣黨賴豐瑋率先開第一槍 禁止縣府公務員到台灣本島出差 更有其他藍營首長相繼跟進 非必要 我們就這樣 我們到疫區下風 包括苗栗縣黨徐耀昌在內 雲林縣黨張立善也直接點名 公務員不要到桃園出差 這看在桃園人眼中被感心酸 說因為我們住在桃園 好像有一點點已經被排斥了啦 每年過年都要回去 他們的外婆舅舅家那邊嘛 他們那些舅舅他們說 你們可以不用來啦 就電話中拜年就好了 桃園居民滿是委屈 而面對苗栗 雲林 澎湖 甚至連金門縣等多位藍營首長 祭出桃園縣制令 網友也大嗆這時候 真的不需要對立的語言 這是壞人劍鴻插針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再次隔空喊話 我們一月份澎湖就收了九位 現在還有六位 在我們的防疫旅館隔離 所以我想這個防疫同心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這番話語重心長 畢竟過去一年多 台灣成功防疫 靠得正是全體國人團結一心 在這艱困時期 更是應該同舟共濟克服挑戰 這個不只澎湖 苗栗 雲林 金門 都是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那都禁止他的公務員到桃園去出差 或者是洽工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劉委員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防疫之所以會成功靠的是我們防疫中心 以及全民全國人民大家非常嚴謹的去面對這個疫情 但是絕對不是靠這個無謂的恐懼 我覺得今天桃園面對這樣的一個疫情的一個狀況 他更需要我們全國人民給他更多的精神上的支持跟打氣 不要忘記桃園現在人口數有兩百 將近兩百三十萬人左右 事實上他也 我們這樣八百六十幾位的確診當中 其實有相當高的比例 其實是之前都是在在桃園的醫療機構 他接受這樣的治療 對 那因為桃園桃園是他鄰近桃園機場 所以那個時候如果在桃園機場有這樣的進來有確診 其實桃園擔負擔的起了我們臺灣醫療的第一線 很多的一個工作 大家想看看現在部立桃園醫院 現在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最需要的就是我們全國人民 大家給他加油打氣 而不是現在好像要急以跟他劃清界線 我大家想看看 如果我們臺灣就這麼小 那如果這一套邏輯是成立的話 那我們高鐵是從臺北開到左營 那我們難道開到桃園的時候怎麼辦 桃園輪上車的時候怎麼辦 或者你要坐車 你坐在隔壁 不好意思 你在哪裡來 我頭紅來 我不跟你坐坐 會這樣 或者是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禁止 你說好 希望工作人員不要去去桃園 去做 去做洽工等等 那過年的時候 那如果桃園的朋友去到 譬如說到花蓮到金門 到哪裡去玩的話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 你到底要不要歡迎他來 還是每一個進來的 你都要檢查他的身份證 看你到哪裡 我覺得這個其實對防疫是沒有任何一個實質的一個幫助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因為現在指揮中心已經公佈了一些他們的這些可能的足跡 那我們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現在這足跡已經公佈了 如果說你因為必要 你到你要洽工等等 你到這些相關的地點的時候 我們特別提醒你一定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那我覺得這樣善意的提醒 其實第一個有達到防疫的功能 第二個才不會讓人覺得說 我們防疫上下一條心的狀況之下 你急於在做這樣的切割 我覺得那個在從 無論是從情感上 或從理智上的防疫來講 是沒有任何的一個幫助 好 那麼我們現在要連線給桃園市的市長 鄭文燦 鄭市長 起定理好 市長好 彭一兄 大家好 是 那大家今天有看到 那澎湖縣 苗栗縣 雲林縣 金門縣 四位 四個縣的縣 縣長 要嚴禁他們的公務員 他們的這個學校機關員工 到桃園去洽工 那桃園現在很毒嗎 桃園守在防疫的第一線 我們的加責任醫院 在疫情到現在為止 是523位確診的病患 那麼其中只有一部分桃園的病患 不管是外縣市的 或者是入境的外籍移工 很多都在桃園來收治 那這個比例大概是全國的四分之一 每四個就有一個在桃園 那其中布桃的負擔更重 他佔了桃園一半 也就是全國的八分之一 114位都送到布桃 還沒有包括像採檢 或者是隔離 或者是儀式的 所以我想這一年來 布桃的醫護人員都非常辛苦 也非常的用心敬業 沒有放棄每一個病人 因為我們的責任 就是要防堵病毒的擴散 所以他們不含苦 那這段時間 我們的防疫旅館也收很多 因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 像離島 澎湖 金門 馬祖 這三個縣市 回國的鄉親不能直接搭國內班次 他必須要在台灣要隔離14天 那這個都是由我們桃園來收治 以剛剛講的澎湖縣來講 我們的防疫旅館收了74位 那這個月也收了9位 那我們現在還在 澎湖鄉親還是在防疫旅館的 也有6位 那我們也接受這三個 離島的縣市政府的轉介 很多人他們鄉親找到 他們縣市政府 拜託我們桃園市政府 我們一定把它留在我們的防疫旅館 防疫要同心 病毒不會分你是澎湖人 花蓮人 桃園人 或者是哪裡的人 他不會分 那我們能夠守住 防疫的第一線 我要非常謝謝 所有的醫護同仁 跟所有投入在第一線作業的人 其實大家有很多沒看到 我們其實連消防局的同仁都很辛苦 我們載了400多趟 其中100多趟是載到確診的 我們從各個集中檢疫所載到 我們的責任醫院 所以其實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夠閃失 比如說鑽石公主號 武漢包機 那我們的護理醫院的護士 護理師要先飛過去 醫生要先飛過去陪他們再過來 所以其實這有很多的細節 那我覺得這個時刻是需要 團結冷靜 這個要避免痛苦的時刻 那你覺得桃園有被污名化的感覺嗎 被歧視的感覺嗎 傳染病防治法第一個原則就是不歧視 不標籤化 包括像機組員 包括像醫護同仁 不過我看到其實 大部分我看到都很感濕 像我看到布桃前面滿滿的物資 然後看到很多我們的鄉親 遇到了這個遇到布桃的家人 都跟他講說你們要撐住 我們支持你 真正我聽到說風涼化的 是少數啦 這個真的少數 不過有很多造謠的說什麼桃園封城 都沒有啦 其實我們網路上看到很多那種都是造謠 我們也移送法辦 目前的狀況是我們把社區的足跡 追蹤很徹底 那每一個破口都要把它防堵住 這是我們的責任 守住了桃園也等於守住台灣 大家一起努力 你有打電話給這四個縣的縣長嗎 我沒打給他們 他們之前有沒有打過給你拜託你幫忙 之前縣市之間有聯防 有我們的觀光旅遊局跟衛生局當窗口 那這幾個縣市確實是在我們桃園隔離的比較多 市長那我們現在部立桃園醫院的病患 都已經外送到其他的醫院去醫治了 那主要還是在桃園嗎 沒有桃園的責任醫院有互相協防 但是也有台北的醫院來參與 那經過衛生福利部跟桃園的衛生局 他是一個一個確定他的科別是不是正確的 能不能夠收治 那目前兩天已經轉出去兩百多人了 那目前部桃已經沒有那種確診隔離的病患 那ICU的病患還留著 還有部分的病患 但是並沒有哪一家醫院聚收 沒有醫院之間 我們11家責任醫院有聯防機制 那包括現代物桃因為這個看診的能量 比較少了 所以我們其他有八家責任醫院提高急診 門診還有住院的能量 所以在市民的就醫權力不會受到影響 那我要特別謝謝 有很多的醫院在第一時間都已經決定 讓後送的病患可以直接到醫院去改成在那邊醫療 那並沒有產生任何問題 那這樣子桃園的醫療能量還有辦法嗎 沒問題 目前我們八家責任醫院都提高了門診 門診跟住院的能量沒有問題 那部立桃園醫院內部現在這個士氣怎麼樣 我們有幾位護理師有在臉書上寫他們的心情 那他們說他們不會喊苦 他們知道他們所做的是 幫助台灣守住第一線的防線 那有些擔心家人會擔心 但他們還是很努力的溝通 讓家人不擔心 那我覺得這個他們真的很偉大 很多的工作都還是志願的 這個每一項只要有這個困難的工作 在部桃園傳統是會讓先護理師或同仁 先表示意願 都是志願去參加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雖然有300多位醫護人員隔離了 那隔離的醫護人員都很希望 14天內趕快能夠再回來上班 好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你 因為我看今天國民黨的立委林維州 要桃園的立委自我隔離 這是很荒謬的說法 為什麼 因為桃園不是疫區 現在我們的 我們疫調的軌跡大部分在桃園 那也有其他地方的軌跡 那這是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來公布 那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把每一個社區防疫的軌跡都掌握好 那大家不要驚慌 因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公布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有風險 那所以並不是說桃園變異區的 不是這樣子 這個傳染病防治法就是要不歧視 不要標籤化 要冷靜要團結 這個是基本原則 你看第一線的人都不含苦 那其他人恐慌或者是貼標籤 那是沒有必要的 那吳思懷立委說 要政府預拧封城計畫 你有沒有預拧 目前桃園 這個絕對是沒有到達封城的程度 完全沒有 那我想桃園整體的狀況是 我們希望支持部桃 把這個院內感染能夠完全的掌握 那社區都有軌跡要追蹤的到 那這裡面工作很複雜 但絕對不會是封城的這樣的決策 都沒有 那這個我覺得在我們這段時間 疫情比前一個階段來講的話 前個階段有不明原因的社區感染 目前桃園並沒有 這樣好 市長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剛剛連線的是鄭文燦市長 那這個今天雖然鄭市長他比較客氣 不過桃園市政府秘書處的處長 顏子傑今天在臉書發文痛批 當大家在替醫護人員加油的時候 隔案送來的是落井下石的媒體操作 而我們只能夠以德抱怨 不好意思 這個隔案其實是澎湖 跟離島 顏子傑說兩週前接到澎湖縣來電 希望桃園市長鄭文燦能夠第二次協助提供防疫旅館 方便澎湖人能返鄉過年 當時鄭文燦毫不猶豫的答應 甚至在桃園人優先住防疫旅館的前提之下 還盡量提供澎湖縣政府 以及其他離島的鄉親平安回家的服務 而從一月份到現在總共二十一天 桃園市已經提供了九位澎湖人住旅館 目前仍有六位隔離檢疫中 他說 儘管內心再怎麼不舒服 桃園市政府還是秉持著共同防疫的精神 繼續協助各縣市 那這個時期 你怎麼看 我覺得桃園市政府委屈了 就是說兩個禮拜前的澎湖 打了電話說 拜託你們第二次幫忙 就是之前已經幫了 那桃園市政府就好 沒有問題 我們既然是國門 我們就要承擔比其他縣市更多的服務 所以我要幫你們做這些事情 那否則他們回不了家過年 那桃園是用這樣子的態度 在面對所有各個縣市的台灣人 可是你今天澎湖是怎麼樣子對桃園 你國民黨是怎麼樣子對桃園的 剛剛整個桃園都有毒一樣 那桃園有沒有說 我才不要幫你了 我的防疫旅館 我只要給我桃園人住 我光桃園人就已經 就已經很忙很急了 他有沒有這樣 他就沒有這樣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怎麼會再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大家都應該要撐過這一關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先築起了那個牆 然後把這個桃園整個地方 醫院都沒有封院 你要封桃園 你還好嗎 你有事嗎 桃園很大 對啊 那桃園跟 桃園很重要 桃園跟新北那麼多地方 都連在一塊 那那所以怎麼辦呢 那所以新北要不要連帶風 那你高鐵 剛剛講了 高鐵這樣過的時候 那怎麼辦 桃園要怎樣 跳過飛過去嗎 高空飛過嗎 就你怎麼會把桃園 視為一個有毒 哇 這個鹹物 鹹物縣市 鹹物設施 鹹物的人 我通通不要跟你來往 可以這樣子搞嗎 你要人家幫忙的時候 人家就幫你 然後你現在 你有病了 他兩度打電話 對 對 就兩度打電話 然後你 這個桃園市政府 都幫了你 然後你現在回過頭來 給人家這樣子 反咬一口 真的沒有道義 而且自私自利 如果台灣每一個人 都像你澎湖縣長 賴豐瑋一樣的自私自利的話 那醫護人員好啊 你有毒 你有病毒 我才不要依你 你有病是不是 我不要依你了 那我們大家 就死在一塊了嗎 可以這樣子搞 我覺得不可思議的自私自利 劉委員 你要補充 我覺得幫助別人 其實就在幫助自己 不要忘記 我們這個人是移動的 你看起來是 你討厭人照顧 從外縣市來的人 比如說我其他縣市 他一方面是幫助這個縣市政府 其實他一方面也是幫助 全體台灣人也是幫助 台灣 桃園的人 同樣的道理 其實我覺得 我是給一個澎湖縣政府 縣長給他們一個建議 其實你不要想說澎湖 我們的疫情 如果台灣就這麼小 大家都流動的 我們因為讀書 大家都流動 我們是離島 他也不可能 因為澎湖 那你就直接飛澎湖 你就不要經過桃園 我覺得就是說澎湖 他這樣 你可以禁止別人去 你那邊也可以 但是你沒有辦法禁止 你的人出來 你的人 澎湖縣民 如果出來 他會跟你不知道 他會跟任何人接觸 接觸完之後 他還是有可能回到澎湖 所以我們不要想說 我澎湖只會照顧澎湖 哪一個縣市 澎湖的飛行會花蓮 我覺得說其實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國家 就是台灣 我們沒有辦法去分說 這是台東 桃園 澎湖 金門 沒有這樣分 我們照顧好 每一個台灣人 其實就是幫助自己 我覺得桃園市民 因為他很憤怒 從現在開始你們嫌我們不乾淨 那你高鐵不要經過桃園 你跳 你用飛的 飛向過河 可能嗎 當然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時候 而且你做這樣的限制 第一個 你讓桃園人被獵污了 被污名化了 第二個其實對防疫也沒有任何的幫助 對 今天你說這個東西也不科學 你也沒有什麼科學證據 吳思懷說要怎麼準備封城 全世界我跟你講 最爛的防疫就是封城 封城就是已經束手無策了 就封起來在裡面自生自滅 你看之前我們這個2003年的和平醫院 那個封院 那多少醫護人員 看不到明天 整個的這個精神狀況都不好 免疫能力下降 所以封城 中國而且看我們到封城的國家 基本上都沒有成功的 我們台灣是全世界防疫的領先 我們是我們是前段班 我們我們就我們也沒有封城 我們也沒有普篩 我們為什麼要去學那個人家後段班的做法 我覺得吳思懷很奇怪 他現在已經把這個把桃園看成這樣 他如果怎麼看桃園部立醫院裡面的醫護 對啊 很恐怕 對啊 那不是更可怕 而且更更奇怪的 中國的媒體在講說 台灣好像也應該封城 要學中國 學武漢 我覺得吳思懷 為什麼你講的話 跟中國的媒體講的話 好像是一樣的 這個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來 我們先休息 進行廣告 好 那麼昨天這個日本一家平價的連鎖商店 在台灣這個開幕 要排排很久 排很久 來的人山人海 甚至於連結帳都要排很久 可是這時候呢 我們正在嚴格的防疫 所以有些護理師看到以後 就覺得說你們再這樣我就不做囉 來 我們來看Visicius 這邊挑挑 那邊玄玄 想買的東西還拿起來摸摸看 日本二十四小時 零售連鎖店開幕 人潮爆滿 但隨著疫情升溫 醫生臨勢必是日本通 臉書社團發文要北部民眾 繃緊神經 重建口罩天網 而剛開幕的店 人擠人肯定不是好事 就會有駐足的人在那邊 然後會稍微塞住那個 就是人的流動性沒有那麼好 口罩有戴沒錯 可是的確這樣子人太多啦 然後大家這樣觸摸商品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疑慮 動性安排啦 對啊 只是就是 基本上就是你前後都有人這樣 去都會要求戴口罩啦 對啊 只要你進去的消費者 保持好自己的那個自律這樣 應該是還好 實際直擊三層樓 佔地近五百坪 入口處只有一個酒精小堵坑物 來到熱門商品區 前後左右都是人 尤其狹窄通道幾乎要閃身才能通過 請全程配戴口罩 保持手部清潔 盡量保持睡覺距離 提醒要消費者戴好口罩 不由於室內比較悶 因此還是有人把口罩拉到鼻子下方 或是戴在下巴 明顯不合格 實際來到店邊可以發現說 現在人潮已經不如第一天那麼多了 但是在必至上班的時候 還是有蠻多人的 其實呢 雖然大家都有戴好口罩 但是安全距離仍然是情要難打邊 日系連鎖店強調有座人潮管控 場內維持三百五十個人 一批開放二十人 同時進場避免太擁擠 隨著本土個案增加 防疫也跟著緊張 任君兄看來有什麼感受 我其實有時候覺得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媒體上面 或者是很多人都在講說 我們不要去歧視 或者是不要怎麼樣 我們對於回來的國人 我們都不會去給他訂標籤 但是現在有縣市政府 居然公開的出來講說 叫呼籲大家不要去 我第一看到澎湖開這一槍的時候 我真的很好奇 你澎湖一天多少人去哪裡 你有多少人會去跟他們有這種接觸 而且公務員來的更少 對 而且我再更講白一點 現在你如果看公務機關 基本上公文書都是電子化 都是在線上作業 很少需要人做實體去接觸 即使是有 你今天做好你的房屋或是怎樣 沒有人會去講說 在這件事情上去給你化 所以我覺得剛剛主持人提到 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如果他今天對於一個 並沒有被確定染疫 就是他其實並不是一個疫區的桃園 你都這樣做 那對於這個布陶的人 或者是對於說已經有被確診 你覺得這些人不會用更奇怪的眼光 去對待他們嗎 就是你就可以看到 臺灣社會確實有一些 這種很奇怪的事情 是由一個地方政府裡面自己率先 跳出來去呼籲這件事 或許他的立場是覺得說 他站在這樣子 他對於他的這個選民 或對於他的這個縣市民來講 他覺得他在善盡他的這個所謂 地方父母官的責任 可是相同的來講 臺灣就是這樣 我們不是像那種大陸型的國家 你一個人這樣 我說得難聽 你如果說身體還是什麼 你跟陶洪你就在邊界 難道你要租一個高牆空氣 不能過來 所以你過來 我大家都對 就沒有這種荒謬的事情 可是他真的出現在臺灣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段時間 我其實比較難過看到 就是說當地方政府自己 算一千 跳出來講這件事情 而且他沒有任何的依據 也就是說今天我覺得剛剛這個 因為范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比如說就這一次的 這個看護的這件事情 確實看護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很清楚 到底是在什麼地方被感染 或是什麼的 我認為這個對於桃園民眾來講 他們心裡也會覺得就是說 那以前我如果只是定位 在院裡面的感染 那可能就是一個點 那我現在如果有一些的點 有可能會造成是有被感染的時候 那沒有辦法確定 我認為大家心裡會擔憂 可是這個擔憂 要把它畫成文字上 甚至用公文的方式 就告訴大家 我跟你說這個地方 你就是不可以 會怎樣 我覺得這就over了 over的意思就是說那難道今天所有的搭線 是開始自立為王 然後自己開始那個每一個縣的縣界 就跟你畫起來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實施交通管制 然後我每一個就開始跟你掃 跟你掃幹嘛 我們不是要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次裡面 這些這個率先公佈 或者去講這些 我其實對國防部一開始的時候講 因為最早是國防部有出來講這件事 說呼籲官兵什麼 不要去那我有同學在桃園裡面 部隊就在桃園 因為桃園其實就是陸軍大本營 對 司令部什麼都在那 我們同學就講說 大家不要流通 我們桃園是不能出去 他那個會一個很直接的一個感受 其實就會出來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做不到什麼事情 我今天有看到馬上就有人質疑 農產品是怎樣 大家都不要來用 人不能來用車 不能進去 什麼東西 大家都不要這樣走來走去 他不是一個理性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其實覺得在那邊呼籲說 你可以去呼籲大家要提升 提高自己的這個這個這個警覺 或者你稍微有怎麼樣 你就去就醫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呼籲 但是你今天用一個方式跟人家講 我感覺他怎麼樣 康仁俊我懷疑你 從此大家都不要跟他講話 不是幼稚嗎 而且這個幼稚已經導致會讓很多人 在心理上面會覺得很難堪 四個縣市都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的立委林維州 也要求桃園的立委要隔離 鄭英文說聽起來實在是有點感傷 來 王老師 洪宜哥今天一月二十一號 今天是什麼時間 今天是去年武漢封城的同一天 今年剛好一週一週年 你覺得這是一個很諷刺的現象 在武漢封城那種極端 後來發現是無效的一個措施 而且極端不進人道的措施 等你買一年 結果國民黨四個縣市 去跟你搞要想要保桃園 因為現在都國民黨 不管是立委 吳思華也講 然後有四個縣市 基本上你是要把桃園封城的一個概念 這個是讓人很匪夷所思 這讓我想到什麼 然後想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在民進黨執政初期 那時候國台辦 還把藍營的縣市全部交到北京去 然後說以後我們就到 你那個藍巴縣市去旅遊 對對 跳過民進黨執政 想要怎麼跳過土層 要跳過城地 要到南投去 怎麼跳 這像不像這個情況 就是說藍巴縣市 所以那個綠營的這個桃園 還感染疫了 所以跳過他不要去 國民黨最近一堆政治人物 在批評陳時中 在批評民進黨說政治防疫 你不覺得他這種反應 這種膝蓋式的反應 那個才是真正的 就是政治上的思維跟防疫的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這些縣市 你怎麼面對所謂的旅逃鄉親 你知道他變了婚姻 這多少人在逃園做工作 這些將來要回去的 他住在桃園 他要回鄉的 或者是現在放寒假了 在桃園念書的澎湖雲林 這個苗栗金門的學生 要回到那邊 你要讓他回去嗎 你不讓你不讓你的人來到桃園 對 那你要不要讓原來是在桃園工作 念書的這些人 回到你的縣市去 到底想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很 很吊詭的一個精華 而第三個 最重要的一個 你這些縣市 有沒有問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疫情防疫這件事情 是中央統一吊詭 他一定沒疫苗 自己都會亂不亂 那你這是什麼 你是不是製造大家疫情 進一步的混亂跟恐慌嗎 所以在這種傳染的 傳染病的防治當中 其實有時候最終最可怕的 還不是疫病的傳染 最終最可怕的 這種無知的恐懼的散播 你看國民黨的縣市首長 還有像林維洲這樣子的立委 其實就在做 你覺得他是無知嗎 可能是政治操作上的傳播 可是聽到 盛文昨天才在廣播裡面強調 他認為應該要用科學防疫 絕對不可以用意識形態防疫 結果國民黨今天就完美示範 何謂意識形態防疫給你看 因為完全沒有按照科學依據 如果用科學依據的話 你怎麼會說 桃園 我們大家都不要去呢 莫名其妙 這個就叫做意識形態防疫 所以不會成功 那你們為什麼不好好聽盛文的話嗎 盛文不是你們這個很有希望 你叫得很親 下一屆黨主席的人嗎 我請教一下史醫師 作為一個醫護人員 你怎麼感受那個事情 我覺得要講就是防疫要靠科學 真的就是剛剛史奇姐講 就是不要用意識形態去防疫 你今天桃園呢 你說桃園有毒嗎 沒有 桃園有疫情發生 那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他照顧了染疫的病患 所以他們現在有疫情發生 然後你今天就歧視桃園 或者是把桃園隔離起來 這個其實讓我想到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封城有沒有效 共產黨中國那邊已經證明了封城沒有效 他們已經用科學方法證明 告訴你封城是沒有效的 全世界各地有沒有在封城的 全世界各地都在封城 有沒有效 沒有 沒有效 所以科學方法 就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告訴你 封城是沒有效的 然後還是有人一直想說 我要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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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我們就根本沒事 你知道封城幹什麼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為什麼吳思瓦會想到這個 看是笨還是壞嗎 我不知道 第二件事情就是SARS SARS當年和平院封院 那是多麼悲劇 多少人是莫名亡死 多少醫護人員莫名亡死 你把幾百個人關在那裡 然後那些人有沒有染疫 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電動玩具打太多 還是什麼電影惡靈古堡看太多 就把那些人就是關在那裡 然後放一把火把他們燒死 病毒就不會跑出來了 可是問題是那些人是無辜的 他們沒事 所以今天如果桃園是閒物 閒物縣市的話 那我們醫護人員是不是閒物人員 我們去年這個時候真的有一些醫護人員是被嫌悟的 就是你搭電梯 他知道你是醫生 知道你是護理師 你不要跟我搭同一班 小朋友 醫護護理師的小朋友 是不是被講說你不要小朋友 不要送來 可是現在這個狀況 應該越來越少了 我們現在只有看到有 我們就是大家很多台灣民眾送雞排啊 送飲料啊 送便當 那還是有一些人在酸 就是說你們就是防疫不利啊 然後這些人都在酸的就是 就是當年當初在罵口罩不可以限制 不可以出口的 然後罵要武漢包機的 然後罵要苦塞的 同一批人 然後罵台灣醫療太貴了 我的心裡是想這樣 就是說我們今天有做這麼好的生活 這麼自由 要去餐廳就去餐廳 要上學就上學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是因為桃園犧牲了嘛 對 那桃園犧牲了 本來桃園是幫助你的人 結果桃園現在說 他好像有一點難 結果你說我要跟他切 這是什麼心態 你不是說大家互相再來協助 而且剛剛洪瑩 大哥講到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其實公務人員 就是說他這幾個縣市 他們去澎湖出差的機率 本來就很少 你說到臺北還有可能 跟中央部會 你說這樣子到臺灣開會 本來就很少 明明就很少的事情 你要嘛 你幾個內開會的時候 提醒大家 如果有去的話 這幾個地方 已經公佈足跡的疫 在這些地方 你特別注意一下 善意的提醒就可以了 你何必大費周章的說 桃園好像現在很危險 嚴禁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就讓 在桃園第一線跟病毒 在在搏鬥的這些醫護人員 你在想看他們現在心裡是什麼感受 好像你們趕快在動作起 就可怕的地方 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在可怕就是說 被可怕的地方的裡面的醫護人員 他這樣不就更被標籤化 對 鳳老師 我有一個朋友 大概二十幾個群 朋友一個群組 我們大概每個月會有一個朋友出來 請吃飯 輪流 這個月剛好輪到是一個桃園的 他就群組說 基於防疫 我這就不足半了 你把他帶到重怒嘛 想跳過去嗎 一定要你請 我們愛桃園 這是好理由 還用這個來散 我覺得真的不要帶著那種有色眼光 該請客的桃園人還是要請 千萬不要拿這個來當理由來搪射 那我覺得今天就是我們就是過一個很正常的生活 我們是同島移民 大家在一起 不要不要不要分什麼 是不是因為藍綠的因素 因為民進黨現在是 桃園是民進黨執政 就用這個方式 就被人家覺得是政治操作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講那個封城無用 我就在最後再提醒國民黨的立委 吳思懷 林維中 你買個公封城 然後還要隔離桃園的委員 剛剛講說一周年 你看看人家 人家這個中國是怎麼封城的 封起來 封起來 不然要給你吹 你是不是要 吳思懷 林維中 你是不是要這樣對待你 你的這個同僚的立委 也要這樣封起來 要拿個棍棒說 你不要給我走出來 我就把你放下去 所以其實這是非常愚蠢的作為 OK 好 來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進網告